女人一把将闺蜜推下山崖 伴随着一声惨叫 闺蜜血溅当场 正当她准备离开时 发现袖子被扯下一块 为了不被人发现 她准备下山毁尸灭迹 却惊讶地发现尸体不见了 地上只有一条带血的项链 此时死里逃生的玛莎 正拖着受伤身体在丛林中逃命 她怎么都想不明白 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 让闺蜜汉娜对她痛下杀手 这时她突然听到汉娜的声音 那个恶魔找来了这里 玛莎吓坏了急忙拖着瘸腿 藏在了不远处的山坳里 她听到汉娜哭着跟她道歉 说这只是个意外她不是故意的 玛莎本来都心软了想要出来 下一秒就看见汉娜变了脸 原来刚当的道歉都是她装出来的 她真的想杀了她 玛莎终于看清了这个女人的真面目 死死捂住嘴巴不敢发出一点哭声 自己这么多年的感情终究是错误了 就这样她一直躲到天黑 本以为她已经安全了 谁知丧心病狂的汉娜还没放过她 居然拿着手电筒出来找 此刻的她全然没了那副装可怜的模样 露出了她凶狠无情的真面目 玛莎依旧不敢出来 借着夜色忐忑不安地度过一晚 次日玛莎撑不住了 失血过多加上饥寒交迫 现在整个人头晕目眩 一转头看见一个水坑 她顾不上了水干不干净 急忙爬过去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 休息一会儿后她恢复了一些力气 再次踏上了逃亡之路 另一边汉娜全副武装 准备来到丛林中再次解决玛莎 没想到玛莎竟然大着胆子 回到了他们的房子 她要拿到手机报警 但翻遍了房子每个角落都没找到 唯一可以上网的电脑还没信号 玛莎也顾不上了当务之急事疗伤 本就是医生的她吃了半瓶止疼药 然后硬生生拿针线把伤口缝合了起来 接着又往嘴里塞了一块毛巾 亲自把断织接了起来 此时汉娜在丛林里找不到人返回来了 不过她来晚了一步 房间里只剩一堆带血的纱布 她知道玛莎伤势惨重肯定跑不远 于是她在周围到处搜寻 发现了正在划船逃跑的玛莎 她立刻拿起枪朝她射击 连开几枪后发现距离太远打不中 然后她看到了一旁的小船 立马脱下衣服划着船追上去 玛莎全身都是伤根本划不过她 没一会儿她就追上了 汉娜直接跳上玛莎的船 正要再次将她置之死地 这时他们的邻居突然出来了 看到了湖中央的他们 还询问需不需要帮助 玛莎知道这是她唯一求救的机会 于是在汉娜开口之前 直接邀请邻居一家今晚上门做客 毫不知情的邻居欣然答应 表示今晚一定准时赴约 玛莎松了一口气 不管怎么样今晚她起码是安全的 随后他们一起回了家 俩人在浴室里清洗干身上的血迹 期间玛莎终于把心中的疑问问了出来 他们这么多年的闺蜜 为什么汉娜要对她痛下杀手 原来汉娜爱上了玛莎的男友 她知道他们感情好不可能分手 所以她特意把玛莎带到这鸟不拉屎的丛林 找机会除掉她 这样她就可以跟喜欢的男生双速双飞 汉娜再次拿着刀威胁玛莎 如果她现在分手就可以饶她一命 玛莎果断拒绝这绝不可能 汉娜恼羞成怒 直接把她按在水里还放下狠话 不把男友让给她就去死吧 玛莎再去见阎王爷的前一秒 终于松口答应了她无礼的要求 这才捡回一条命 到了晚上邻居小夫妻如约来到他们家做客 趁着汉娜去地下室拿酒 玛莎赶紧抓住这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趁机跟妻子求救请她就自己一命 然而汉娜早就料到了 她根本就没走在门口目睹了一切 而且她就没想过让这对夫妻活着出去 她的目光看向一旁的丈夫 跑过去对着她的脖子就是一刀 紧接着她冲进屋内 追上了往楼上逃跑的妻子 直接把她压在身上 对着她的胸膛就是一刀 甚至为了永绝后患 她在妻子的身上又划了几十刀 直到她彻底没了呼吸才住手 满脸是血的汉娜 找到客厅里的玛莎 让她直接摸自己的脖子 玛莎惊讶地发现 她在经历一场杀戮后居然如此平静 此刻她终于意识到眼前的闺蜜 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杀人狂魔 事情到这里还有没有结束 玛莎被迫坐在楼梯口 看着汉娜把夫妻俩的尸体拖到客厅 然后当着她的面一点点分尸 画面之血腥 手段之残忍 让玛莎看后生理不适当即反胃 等他们回到家已经天亮了 玛莎实在无法看着客厅那些血迹 她拿着抹布一点点擦拭 汉娜却不允许她这么做 因为用力擦会让血迹更深 这样会让法医检测出来 玛莎听话地放弃了 但是她想不通汉娜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汉娜还沉浸在杀戮的快乐中 告诉她这是天生的 血腥暴力是存在于她的骨子里 当晚玛莎就做死了噩梦 梦见汉娜变成了一个怪物 将她囚禁起来折磨她 趁着汉娜熟睡奋力挣脱了绳索 然后拿起桌上的刀 对着汉娜刺了下去 但这终究是她一场梦 一切都是她的幻想 次日汉娜念在往日情分 亲手给玛莎做了一顿断头餐 还允许她在房间走动做最后的告别 突然玛莎在房间看到一个熊头 她好奇地将她取下 发现里面藏着一个盒子 装满了跟她一样闺蜜项链 这下真相大白 原来汉娜有抢闺蜜男友的心理疾病 到目前为止她已经杀害了六个闺蜜 她就是第七个 汉娜看到自己的秘密被发现 也没有多说什么 毕竟玛莎马上就要去见阎王爷了 为了好处理尸体 她再次开车带着玛莎去了悬崖边 然而这一次玛莎早有准备 她拿出事先准备的发簪插进了汉娜的脖子 然后迅速跳车离开 她拼了命地往前跑 生怕被汉娜再次追上 只可惜她运气不好 居然自己跑到了悬崖边 汉娜也没想到她这么背 拿着尖刀朝她慢慢走过去 玛莎被吓得连连后退 眼看自己无路可逃 她以为自己今天死定了 结果汉娜突然晕了过去 原来汉娜有严重的糖尿病 今天出门太匆忙忘记注射胰岛素 所以才突然晕过去 玛莎觉得幸福来得太突然 她捡起地上的尖刀准备反杀 但看着汉娜的脸她还是于心不忍 她做不到像汉娜那样冷血无情 最终她饶了汉娜一命 独自开车逃离了这里 然而在离开的路上 玛莎突然后悔了 她想到了汉娜之前那么想杀死自己 如果现在不将她除掉 那以后死的就是她了 凡然醒悟的玛莎掉头回到了悬崖边 却发现汉娜已经清醒离开了 她再次悔恨自己的心软 拿着尖刀在附近搜寻汉娜的下落 却始终找不到她 突然她想到汉娜一定会回家胰岛素 所以她回到了木屋 提前埋伏好等着汉娜 果然没一会儿汉娜就出现了 玛莎立刻拿起枪从后面抵住她的脑袋 奉劝她束手就请自己可以饶她一命 但狡猾的汉娜怎么可能乖乖就范 一脚把玛莎踢倒在地 狠狠踹了她几脚 玛莎立刻拿起枪反击 才终于将她击退 眼看着汉娜逃上了楼 她小心翼翼地追了上去 结果被埋伏在后面的汉娜偷袭 她再次被汉娜擒惑 这一次汉娜不再废话 直接拖着她去了悬崖边 不顾玛莎的求饶 一脚将她踢下了悬崖 这一次玛莎没有老天保佑 她的头撞到了石头上血就了遗地 汉娜再三确认后 回到了他们居住的木屋 然后哭着打了报警电话 谎称他们出去游玩时 玛莎意外坠崖 请求警察过来帮忙 随后立马挂断了电话 丝毫不给警察反问的机会 做完这些以后 她回到了屋子里 拿出了自己的胰岛素 在肚子上打了一针 可刚打完不久 汉娜就感觉不对劲 这时她发现了桌上半开的电脑 打开一看里面有一段玛莎的视频 原来玛莎早就做好了两手准备 在汉娜回来之前 她已经把胰岛素换成了过氧化氢 身为医生的她最知道怎么承治汉娜 过氧化氢在注射到人体以后 会在血管里形成凝块 一旦大脑里的血液也凝结 汉娜将必死无疑 而在这荒无人烟的小岛上 唯一能救她的就是 刚刚被她推下悬崖的玛莎 汉娜这才意识到什么叫做死 她拼了命地朝悬崖跑去 希望玛莎还没死 还能帮她保住自己的命 但她低估了血液凝结的速度 跑到半路她的身体就撑不住了 最后的最后 她倒在草地上浑身抽搐 作恶多端的她终于遭到了报应 而不远处的悬崖底下 静静地躺着玛莎的尸体 即使汉娜赶了过来 她也不可能活久 汉娜从小就是杀人不眨眼的变态 即使小时候遇到了最凶狠的熊 她也可以一枪杀了她 在如此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她 心里极端变态 明面上是为了抢夺闺蜜男友 实则只是满足她内心变态的杀戮欲望 甚至残害更亲近的人能得到双重快感 只不过坏事做多了迟早会遭到报应 最后死在了爱她的人手里 而玛莎则是一个重情异议的人 即使汉娜对自己死了杀心 多次托她去悬崖预置她于死地 但她本性是善良的 当刀和反杀的机会摆在她面前时 她还是念旧情不忍心下杀手 只不过她遇见的是变态汉娜 不过幸好她脑子在线 在死之前留了一手 让汉娜自食恶果